欢迎收看第18期武器大讲堂 B-2轰炸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之一 也是唯一的大型隐身飞机 其隐身性能可与小型的F-117隐身攻击机接近 而作战能力却与庞大的B-1B轰炸机类似 B-2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种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低可侦测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身能力 这能够使它安全的穿过严密的防空系统进行攻击 当然B-2战机的隐身能力并非简局限于雷达侦测层面 也包括降低红外线可见光与噪音等不同的讯号 使被侦测与锁定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B-2轰炸机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 作战航程可达1.2万千米 空中加油一次可达到1.8万千米 每次执行任务的空中飞行时间一般不小于10个小时 美国空军整齐有全球倒塌和全球摧毁的能力 这样可怕的实力跟它的高科技是离不开的 B-2轰炸机没有垂尾或方向拓 从正上方看B-2就像一只大尺寸的飞去来气 B-2的平面图轮廓由12根互相平行的直线组成 飞机的中间部位隆起以容纳座舱 弹枪和电子设备 中央机身两侧容级的是发动机舱 锯齿状的接触口布置在飞翼的背部 每个发动机舱安装有两台无加力涡轮发动机 B-2中央机身两侧的发动机舱内 安装了四台GE-F118-110非加力涡扇发动机 每台额定推力8618kg 由于肥厚的飞翼结构 B-2可以把发动机深深的埋在飞翼内 飞翼的上表面扁平的进气口和弯曲的进气道 可以保证机载雷达无法从上方直接照射到发动机的正面 而从下方就更不可能了 除了动力外 B-2的大部分表面都被涂上一层特殊的弹性材料 使表面保持均匀的电导率 以减少来自接头或接缝处的雷达反射 而在设计中不能依靠外形进行衍生的部位 就需要涂上雷达吸波的材料了 而这种材料的组成成分至今仍然是高度的机密 B-2轰炸机的武器携带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外翼转内部的大多数空间被油箱占据 发动机舱之间的提升下方 定列布置了两个大型弹舱 每个弹舱可挂载拨烟炎制的先进旋转挂架 这个挂架可以挂载8枚908kg的弹药 16枚AGM-129型巡航导弹 当然如果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 也可以装载核弹筹 不过减使用核武器的话 可携带16枚B-63型核炸弹 不过B-2轰炸机虽然很厉害 但是在我国领空领域却频频频出事 美军空军早的时候一架F-15战机在空中粉碎性解体 一架B-2隐形战略轰炸机 在某个空间基地紧飞不久后坠毁 包括军令台湾一架F-16失踪 据说都是来自一种不为人知的高频极速能量造射所导致的 当初美国专家认为 中国海军极领部队094潜艇 在测试一种高能声波造射攻击性武器 它能彻底颠覆传统潜艇被动防空的局面 和亚洲十刊法文提到 发生的几次西太平洋地区坠机事件 是因为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坚实战机 和另外一种先进武器击落的 至于是什么武器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而这辆号称世界上最贵的空架机 售价高达24亿美金 相当于160多亿人民币 最后一辆那是得多大的损失啊 目前这款战机总共生产了21辆 现存20架 已被部署到阿富汗等地区 这款来自外星的红战机 不知道还能称霸多久 希望未来能有更强的战机来超越它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武器大讲堂了 喜欢我们的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武器大讲堂 我们下期见 欢迎大家在微信里面 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按钮 选择添加朋友 点击最底下的公众号 并输入武器大讲堂 选择第一个大讲堂 点击关注支持我们 欢迎在公众号里面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 大家也可用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行关注 您的支持和建议是我们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